Hello 大家好 我是Celsior 非常高興我們今天再度透過影片 來跟各位介紹一款相當有意思的車子 先跟各位說一下 我們今天因為東北季風比較強 所以這邊的風勢比較強勁 旁邊正好也有個工地 所以我們今天收音的效果可能不是那麼的好 那也請大家多多的見諒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這台車子 故事很精彩 很有意思 這台車子它推出到現在剛好滿20年 那各位現在在台灣的路上 要看到這台車的蹤跡已經不是很多了 畢竟這台車它後勤的一些養護 並不是那麼的容易 不過當年它在新車的時候 也曾經透過電影養名利灣過好一陣子 甚至它的前身也是因為電影的關係 行遍全世界 當然很可惜的是 這個車子在某些 比方說像美洲是沒有賣的 尤其是北美這個地方沒有賣 好在我們台灣這個車子有正式的引進 而且引進的陣容還算是滿齊全的 但是很可惜的是 這台車當初它的市場操作的策略呢 那個售價不太被當時的市場所接受了 所以當年在台灣賣的數量並不是很多 那沒關係 我們今天究竟要跟各位介紹哪一款 藉由電影走紅全世界 讓所有的車迷都知道的一款車子呢 好的 我們今天就來跟各位介紹我身旁的這一台 Pugeot 407 好各位聽到是407 有沒有覺得有點失望 既然是要介紹這種車子 那應該介紹406嘛 那就沒辦法嘛 小弟我剛好沒有介紹406 我們先來跟各位講講407 因為比起406 407的故事也是相當的多 但是呢在講407的故事之前 我們先帶各位來講一下 Pugeot這個中型轎車的歷史 其實我不知道各位在台灣 你最早見到的Pugeot的轎車是哪一款呢 像我這種年紀的人 我們大概第一台見到的都是Pugeot 504 504是大概在1970年代後期 先正式原裝進口 後來在台灣羽田生產的一批Pugeot的轎車 當然你會說504算是Pugeot的旗艦車 算得像Pugeot的中型轎車嗎 這當然是有爭議的 因為你看現在Pugeot的中型轎車叫什麼 叫508 四系列這個稱呼忽然不見了 那沒關係這就是法國人的浪漫 不過話說回來 Pugeot這個車子跟台灣的緣分起得非常的早 甚至呢在中國大陸的民國時期呢 Pugeot就有進去了 我們講到這裡 我們還是要跟各位講更早以前的故事 各位你知道嗎 Pugeot是我們目前僅存的 第二老的汽車品牌 但是如果你把這個LOGO 這個Pugeot的這個人面師生的這個LOGO算進去呢 它其實是我們目前跟汽車有關的品牌最老最老的 Pugeot的歷史可以做到18世紀 在175幾年的那個時候呢 所創立的 最早Pugeot它做的是裁縫車 腳踏車一類的東西 那麼一直到18世紀的末期呢 Pugeot賺了不少錢 那麼因為那個時候 這個蒸汽車也開始陸陸續續出來了 Pugeot也有意往這些動力機械結構這邊去發展 到了這個19世紀的末期 Benz先發表了汽車 發明了汽車我們1886年嘛 Mercedes-Benz的Patent這個車子 那Pugeot這邊呢 它也希望往汽車這邊去發展 於是呢Pugeot趕在19世紀的最後一刻 也發表了Pugeot的第一台車子 而且這邊跟各位附帶一提啊 Pugeot是法國車嘛 我們現在都知道法國跟台灣一樣啊 都是佐駕的地區 但是呢不好意思 Pugeot前期的作品都是右駕的喔 各位你自己去往上面看一看 Pugeot早年的什麼Petone那些系列 都是右駕車喔 那為什麼當時Pugeot是坐右駕車呢 這個故事我們今天的影片應該是講不完 我們這邊就簡單的帶到 Pugeot呢一開始坐的車子 當然這是以王公貴族為主啊 所以你看到現在Pugeot的這個品牌定位 你會嚇一跳 欸真的嗎 Pugeot以前是王公貴族的車嗎 是啊 當年的蘭基亞 當年的阿法羅密歐 那都是超級豪華的車子呢 現在呢 你去看它品牌的定位呢 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點我們不得不說 Benz真的是有它一套 它當年呢也是坐王公貴族的車 現在還是在坐王公貴族的車子喔 好的 不過Pugeot呢也一路活到了現在 欸只是啦 現在法國車活的命運 沒有像這個德國車來的這麼的順遂了 尤其在我們對岸的中國大陸呢 法國車快要絕跡了 傷腦筋了 Pugeot呢 他在這個民國時期呢 就已經進口到中國大陸去了 那麼那個時候呢 翻譯的名稱很好玩 像現在中國大陸那邊翻譯叫做標誌嘛 那台灣一般也叫做標誌嘛 當年呢他的翻譯呢更加的精準 而且呢翻譯的更文雅就是什麼 叫別儒 別的儒家 別儒 各位說 標誌你說Pugeot嘛 Pugeot念成標誌嘛 那別儒跟Pugeot好像差比較遠了 不好意思啊 當年呢他的翻譯是基於法文的念法來的啊 來Pugeot這個名稱呢 我們這個念法是中文的念法 那法文的念法怎麼念呢 就Pugeot 當然有一些女孩就會說哦 那叫做Pugeot 裝可愛的念法啦 所以呢 用別儒這個翻譯呢 反而是翻譯標誌比較精準的一個翻譯 好的 那麼在民國時期那時候的別儒這個品牌呢 其實口碑還算是不錯啦 當然後來經過這個所謂的對日抗戰啊 這些有的沒的事情呢 Pugeot在戰後就沒有進來中國大陸了 那台灣這邊的Pugeot 我們有看過304 這種鬼東西啊 這個老照片我沒有看過 它主要是在1970年代的後期 台灣正式進 啊對不起 1960年代的後期 台灣正式開放進口車的時候呢 Pugeot就在引進的行列了 當時引進的Pugeot呢 是203 304 這些很老很老 你光是聽到這名稱就覺得 哇塞 這是從墳墓爬出來的車型啊 那麼一直到後面啊 台灣在1974年到1978年這段期間呢 歐洲車禁止進口 等到1978年重新開放的時候 就是我們講的 這個標誌的504 率先扣關 那陸陸續續呢 這個405啦 305啦 105 105 105有進來嗎 106 106是比較晚一點的 這些車子 205 205陸陸續續進來台灣 並且像是405啦 505啦 205啦 陸陸續在羽田這邊進行生產啊 那當年啊 法國車在台灣的盛世非常的浩大 因為不只是Pugeot 其實同鄉的雪鐵龍啊 還有這個所謂的雷諾呢 在台灣這邊也算是功成略地啊 所以那個年代呢 大家是對法國車呢 是又愛又恨啊 比方說像雪鐵龍 它的一壓懸吊很讚 可是呢如果路真的超級爛 比方說像台北當時在挖鐵龍呢 搞死了很多一壓懸吊的雪鐵龍啊 那Pugeot比起雷諾來講 我覺得Pugeot相對稍微保守了一點點啊 雷諾的車子在當年算是還蠻大膽的啊 那Pugeot呢 相對比較保守一點 所以呢 Pugeot的銷量也不錯 尤其當年雨田在操作405啦 505這些方式呢 把這個車子的品牌形象弄得很高啊 各位不要懷疑 當年最貴的在台灣本地生產車子 不是千里馬 是505 505的2.0 當時賣的比千里馬2.8 就是福特的Granada 還要貴啊 嚇死人啊 然後呢 這個車子還是賣得不錯 這就是厲害了啊 大家接受這個品牌形象 但是好景不長啊 雨田呢 後來自己做一做 自己也受不了 自己不玩了 那麼Pugeot在台灣呢 就經歷了一段代理的真空啊 那麼一直到後來 福特六合的子公司 成立一個協和國際呢 把Pugeot這個車子 重新代理進來 但是一開始大家不是很看好 因為以前呢 你是在台灣生產了嘛 你價格便宜嘛 405那個時候一台多少錢 四五十萬台幣 你後來改成406的時候 哇那個價格翻兩翻了 變成七十幾萬八幾萬台幣啊 這個時候呢 好在就有件事情發生了 就是我們要跟各位講的 因為電影 我相信這個各位應該都知道 我們要講的電影是什麼電影啊 就是Taxi終極殺陣這支電影啊 台灣翻譯叫做終極殺陣啊 那上對岸翻譯叫什麼 德士樹蒂啊啊 這些不同的方法 就是法國盧貝聰指導的 那麼這個主角Daniel 就是開台Pugeot的406 行片大街小巷啊 正因為這部電影啊 真的是把台灣的協和國際的406呢 銷量拉了一大把 哎呀大家衝了這一部電影 甚至當年啊 台北街頭還看得到 故意去改成這個電影的座駕的 這個計程車的406啊 不管是前期後期都有 那麼406當時在台灣啊 也真的是慶幸原廠它的定位夠啊 因為你說405這個車子叫做高級車嗎 我覺得這個是有待商榷啦 可是406呢 它終於有所謂的米色那一張整皮座椅 真的還有3.0的引擎 所以這個車子呢 在台灣的品牌定位形象算是不錯 但是呢406也算是蠻倒霉的啊 因為406這個車子是 我記得是1996年上市的啊 那個時候呢台灣剛好開放WTO日子車進口 所以呢 它馬上遇到了像Lexus啦 像Infinity啦 這些日系的豪華品牌叩關 那麼這些歐系的二線進口品牌呢 受創甚深啊 因為呢大家覺得 哎呀日本車子比較有新鮮感嘛 對不對 而且呢這個皮實耐用 然後CP值又很高 所以406到後期 其實在台灣賣的是比較艱辛一點的 那麼接下來就是我們講的這所謂的407啊 那進入到407這個階段呢 其實PU就歷經了一個車系的整合啊 因為原先406的年代呢 就是高級車叫做605嘛 後來高級車變成607 那麼中型的房車就變成所謂的407了 但是407的定位其實比406還要高 為什麼呢 因為607比605還要大 然後呢407也比406來的大 所以嚴格講起來啊407這個車子 它其實是605跟406一起合在一起的後級車 哦這是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它誕生的時期呢 也蠻好玩的 407這個車子最早誕生的時候呢 是在2003年的法蘭克福車展 當時它發表了一款概念車叫做407 啊 Excelier啊 這個字我不太會念 應該應該是個法文哦 當時它的車子呢 車頭跟我們現在看到這個車頭長得很像了 但是它的車身呢非常的特別 當時的那個概念車 Excelier啊 它的車尾它是走三門的 它車尾是走一個有點像 這個Chiroco的那種造型 就是一個圓弧的一個造型 非常的大的 那它的引擎當時呢 用的是2.7HDI 這顆引擎呢 後來才用到407的增長 就一開始407並沒有這顆引擎 而且據說這顆引擎是跟福特一起開發了 並且配了所謂的六速的手自排系統 那當時大家看到哇 Pugio是轉性的是不是 我們剛剛說嘛 在80代來講 比起雷諾雪里龍 Pugio算是外觀設計保守 90年代也是如此 但是呢 到了407之後呢 Pugio開始大膽的起來 Pugio呢是在2003年的年底 正式發表了407 一開始先發表了四門跟五門的 那Coupe呢是晚了兩年才發表的 那它的量產車呢 跟概念車造型 基本上就車頭這邊基本上是一樣的啦 407呢是Pugio第一台大嘴巴的設計 你去看一下當時的307 嘴巴還是小小的 407開始張大嘴 那很妙的是 407跟307的外觀呢 很多人以為哇外觀不一樣 其實很像 因為呢你把大嘴把它給遮起來 其實這上半部跟307長的幾乎是一樣 那等於是Pugio自己搞出一個大嘴 那另外一個大家會覺得說 那這個大嘴是不是又是名家設計的呢 因為我們知道吧 像以前的Pugio 405啦 406 基本上都是Pugio設計的 但這邊要跟各位澄清一下 406只有Coupe是Pugio設計的 Sedan是Pugio自己設計的 然後呢407的車型呢 一開始也有叫Pugio來比稿 但是後來呢還是采用Pugio自己的設計 甚至連Coupe都是 但是我不得不說啦 你拿Pini Farina的設計呢 真的是好看一些 為什麼呢 人家有收錢嘛 人家是大師嘛 像406跟406 Coupe 你會發現406 Coupe的車型呢 非常的給人家驚豔的感覺啊 但是呢407 Coupe就還好嘛 就是407變成雙版嘛 也沒什麼太多學問可以講 但是沒關係啊 光是407 Sedan 轎車的外型就有很多故事可以跟各位講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 Pugio花了那麼多錢啊 從405 我看可能從303開始 304開始就花錢讓Pini Farina去設計了 那麼他們花了這麼多錢呢 到底學到了什麼東西呢 不得不說 Pugio這些錢真的是學的值得啊 來各位可以看到 407它的外觀喔非常的奇特 你看喔它車頭很尖 然後呢A柱很斜 可是呢 它的後面的C柱呢是倒勾回來的 然後呢它的後檔也很斜 整台車子的外型看起來呢 就很像後來流行的所謂的Coupe-like 可是又有點不像 Coupe-like呢是把車身的腰線整個往上拉 Pugio 407沒有這樣子往上拉 所以它側面的視覺效果呢 非常的毒素一格 如果說你從這個斜前方這樣子看過去 像我們現在這個角度這樣看過去 你會懷疑這個車到底是一台 鮮店還是一台hatchback 而且跟我們一般的 像那個Skoda的Superb那種hatchback的造型 又不一樣 所以這就是Pugio它一個很妙的地方喔 而且呢 它的前面的擋孔玻璃 因為它很斜 所以它的魚刷呢是做對刷式的魚刷 它才刷得了它的這個擋孔玻璃面積 這個應該也是Pugio今年第一台對刷魚刷 我記得Pugio早期的老Pugio也有對刷式魚刷了 然後呢為了要平衡視覺 所以這台車子呢前面加了一個三角窗 然後它因為它的A柱太斜了 所以它的後置鏡也移到車門的上面 這種前三角窗加A柱這個設計 也是近年Pugio的第一台這樣子一個設計的作品啊 然後呢再來是它的C柱 這個C柱真的是很妙 這個C柱呢 除了我們剛剛講它的車門這樣子往後勾回來 這個車門呢很像休旅車的造型 然後它的C柱整個往下這樣子灑過來 所以造成它的後檔玻璃 雖然沒有像前檔那麼的斜 但是呢也造成一個蠻大的一個視覺效果 甚至當時啊外國還有媒體說 喔這個後檔的斜度呢 跟當時的Ferrari 當年的Ferrari 250GTO很像 那20GTO的實車我是沒看過啦 但是呢不得不說Pugio留了一手 在406這邊的這個東西啊 就是這個 這個轉折 406 Coupe有個很重要的設計就是 它的C柱跟行李箱蓋這邊沒有切齊 它是故意的 它是學中置引擎轎車的設計 只是406這套勾比較強 那407呢還是留了這一手 407 Coupe這個勾 留的就更加強烈了 所以真的 它花錢給Pugio設計呢 真的不是白設計的 那正因為它這台車子 側面的線條很流暢 所以呢它車尾 它把重心喔 盡量讓你往前挪一些 車尾這邊比較短 所以它做了一個渾然天成的壓尾 我覺得這也是Pugio設計功力一個強的地方 注意看 它這個壓尾喔 是從後面的腰線這邊一路往上長上去的 長得非常的自然 渾成一體啊 人家這個品牌好歹是做了100多年的車子 真的不是幹假的喔 然後呢它的車尾燈 車尾燈呢我們講到車頭是Pugio第一台這個大嘴的嘛 那所以大嘴的形象就是一個獅子啊 Pugio是個獅子嘛 獅子要張開大嘴 那車尾呢就是一個獅爪 但它這個獅爪比起後來的3008啦 2008那個獅爪是沒有那麼的具象 那我反而是覺得3008 2008那個太具象了 這種獅爪呢點到為止 這就是設計的奧妙喔 然後呢它車尾保留了當時 從406以來的一個傳統就是 它的信箱開關在這個0這邊 當時的607也是 不過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沒有解鎖啦喔 照理來說你這個按下去呢它就會跳起來 所以呢這台車子它的設計 你光從外觀上面就可以知道 Pugio有它的一套喔 真的是還蠻厲害的 而且不只是外觀的設計厲害 這個車超安全的 這台車子呢全車系喔 這個Coupé啦 SW啦 都通過了當時Euro NCAP 五星撞擊的防護標準 而且呢它在概念車407 Exeter那個時候呢 就推出9氣囊了喔 你說那第9個是什麼 這駕駛座的西部氣囊 就9氣囊也是當時世界上氣囊數最多的車子 這個車子真的是安全性 無話可說啦 但是呢 升級了這麼多東西 售價怎麼樣呢 不好意思 這個車售價就是它的軟肋啦 這個車當時喔 這個2003年年底在歐洲發表上市 那台灣呢是拖了一年 2004年年底呢才正式發表上市 那一開始呢 台灣賣的喔 不是我們現在看的喔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算是比較偏中期啦 我們現在看到這台是柴油版 柴油版是比較玩上市的 台灣一開始賣的呢 是2.2跟3.0 報價嚇死人 2.2是159萬 3.0是199萬 不要懷疑 真的是嚇死人的一個價格喔 所以這個車子根本賣不動 雖然說它配備不錯啦 但是呢 你對照起之前的406 之前的406也是原裝進口的嘛對不對 居然是3.0最頂級的皇家百合好了 也才129萬而已啊 選這個車也賣沒幾台 你現在2.2 你四缸 你就要給我賣到這個價格 那大家會說 那為什麼它不進比較陽春的版本呢 來我們跟各位講一下喔 407這個車子 當初它在歐洲發表的時候 它總共有6顆引擎 它有1.8 2.0 2.2 3.0 這是汽油的 然後呢還有兩顆柴油的 2.2 柴油 還有一顆2.7HDI 那你說那為什麼它不進1.8的 很簡單 1.8的在歐洲只有5速手排 2.0的才有4速 AL4四速自排 然後到了2.2的才有6速手排 而且它6速手排很特別喔 它的倒檔是在右右上 這個算是蠻特別的一個設計啦 所以你現在是總代理你要進什麼 當然是進2.2啦 對不對 2.2才有自排嘛 那你說那為什麼不進2.0呢 我還真不知道為什麼一開始代理上不進2.0 我覺得這是至少股之啊 果然啊 這個2004年年底發表 2005年呢 這個銷量非常的慘 所以總代理終於從善如流了 發表了2.0的車型 那2.0的車型呢 一進來售價呢 就砍了大概兩成 我記得那時候2.0的車售價大概是125萬 但是呢 它配備真的少掉很多 所以2.0這樣一進來 也沒壓低什麼售價 但是呢 其實這種事情就很好玩 不只是PUGIO當時遇到這個問題喔 當時這些歐洲的二線品牌呢 在台灣也都遇到類似的問題啊 比方說像什麼 像OPPO的Vectra Vectra B呢 在台灣很有意思喔 這個車子一開始是進口了 後來在台灣生產 後來呢 又改成進口了 然後呢等到Vectra C的時候 改成原裝進口 那個價格貴了好多喔 也是差不多像這個PUGIO 407這個狀況 那同樣的問題呢 愛快的159也發生了 以前156一台賣90幾萬 後來呢 159賣180幾萬 嚇死人啊 所以當時的這些歐系車 都遇到根本賣不動的問題 反而是給那些日系的 Lexus啦 Infinity啦 這些車子賣的是笑哈哈的喔 那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正好又傳出一個消息 就是 F2六合不完了 啊 它的協和國際呢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啊 有一說是跟原廠吵架 還是怎麼樣 這個我們不知道 反正它不完了 所以呢 它就乾脆出清 然後那個時候呢 正好太蠻妙的喔 PUGIO的原廠找到一個下家 是我們現在 我們影片錄製當下的現在喔 這之後會不會換 不知道喔 這個保家聯合 那保家聯合 據說這個保是保濕的意思啊 家是技家的意思啊 據說是跟那個做主機板的技家有關聯 然後 這個時候代理權要移轉嘛 那協和就幹了一招 沒關係嘛 那要移轉沒關係啊 我們就移轉啊 那我的車子呢 這個年來個大降價 我們剛剛講嘛 2.0的這個車子呢 當時它賣120幾萬嘛 好 各位知道降價賣多少錢嗎 保證各位嚇死 89萬8 然後2.2本來是150幾萬 賣多少錢 賣99萬8 哇 根本是這個無敵大放送啊 本來120幾萬賣到89萬 那等於打幾個 打7個了 打7個了 嚇死人 全新車當然是庫存車 全新車 這一波啦 不只是407啊 那時候初清了 還有307啊什麼的 正是讓大家撿便宜 撿得笑呵呵 各位現在你在路上看到的407啦 那個10起的PU9 大概都是鞋合那個時候 初清價丟出來的車子啦 尤其407跟607都是這樣 因為售價真是太吸引人了 嚇死人了 相對的 等到保證聯合接手之後 他就發現 哇天啊 這個車要怎麼賣啊 傷腦筋啊 因為第一個 歐元波段的在飆漲嘛 然後每年呢 這個原廠都會調高他的售價 二來就是 大家已經嘗到甜頭啦 你還給他調漲售價 你怎麼賣呢 所以保家一開始接手之後呢 這個2.2的車型 賣的其差無比 沒辦法 怎麼辦呢 改嫌益測 改去進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台 2.0的HDI 那為什麼是到那個時候才進呢 因為主要是台灣的相關的法規啦 就是他這個認證呢 做的比較晚一些 那PU9這顆引擎 其實後來用在很多不同的歐系車上面 可是這顆引擎喔 在台灣有一個問題 就是 他這顆引擎 為了要通過台灣的 尤其五期環保的法規喔 當時是四期環保 後來的五期環保呢 他必須把功課嘴弄得很細 但是台灣的柴油的油品不夠好 台灣的流度是50ppm以下 對這個引擎來講還算是太高 所以這一系列的引擎很容易塞噴頭 如果呢你加到比較不好的柴油 就很不好照顧 變成說啦 本來保家聯合希望說 這個車子的HDI的版本呢 他售價壓在135萬左右 如果記得沒錯的話 大概一匹馬力一萬塊錢 配備也不錯 可是就是因為這顆引擎 不是那麼的好照顧 還有就是 當時雖然台灣呢 已經有一些歐系的柴油車 在打響柴油車的名號了 但是呢 主要大家想要柴油車 第一個想要什麼 德國的Volkswagen TDI 大家想要柴油車 第一個會想到Volkswagen Audi的TDI 不會想到柴油車 所以這一批2.0HDI呢 其實賣的也不是很多啦 坦白說我們在路上看到的數量 也不是很多 那此外呢 當時協和保家還想說 那沒關係我們還有一台車嘛 407SW 我們可以跟上所謂的休旅車熱潮 結果呢407SW賣太貴了 它比房車的價格還要貴 所以這個後期 後面就算有進這個HDI的407SW 銷量還是很少 那就更不用講我們剛剛說的 所謂的Coupe的車型 Coupe那個車型 全台灣我看應該不到50輛 而且賣的超貴的 像後來保家有進一批這個2.7HDI的 全配備的268萬 嚇死人 我268萬我還買法國車幹什麼 後來進來的DS 我看都沒賣到那麼貴啊 嚇死人 所以呢 407在中期的時候 有做一次小改款啊 台灣是沒有看過那個小改款 小改款的407呢 車頭燈有改 還有就是它尾燈 變成紅白相見的 就這邊倒車燈跟 跟方向燈的部分 改成白色的燈殼 台灣從來沒有看過 我記得那個時候保家就不進了 保家改去進308 用308來取代407 所以407在台灣的歷史呢 算是只有一半 那後面呢 才有這個大概20 應該是2011年左右 才由508去接手了 那妙的是喔 407已經比406來的大台了 508呢 比407再大台一點點 可是呢508的設計又有它的一套 508你真的是感覺不錯 它比407來的大 這點我不得不佩服法國人設計的一個思維 超級厲害喔 所以我們現在呢 其實在台灣為什麼407看到的不多 第一個它當然賣的不多 第二個 它只賣產品週期的一半而已 這個車我講白了 要不是當年呢 還有終極殺陣 應該是第三級第四級 我記得第一級是406前期 第二級是406後期嘛 應該是第三級第四級 要不是有這兩級的加持呢 這個車子的聲量會再更加的低啊 所以呢 這個車子其實我們現在如果要玩的話 還蠻划算的 因為這個車中古行情就是非常的親切了 而且安全配備真的是很到位 非常非常到位 當然它畢竟是在法國車喔 仰起來會稍微吃力一些 那關於這台車的一些細節呢 我們現在就來帶大家好好來看一下 這台車有什麼有趣的地方 好的那我相信呢各位一定很好奇啊 那這個車子的柴油引擎的聲浪怎麼樣呢 會不會像TDI那麼吵 不會其實我必須講喔 Puget在做柴油車有它的一套 欸這顆引擎呢真的運轉的力道啊 還有它的寧靜度啊 真的是比我覺得比TDI好一些喔 那我們就來發動這個引擎 給各位聽聽看喔 這顆引擎的運作是怎麼樣 它這個門喔 真的是很安全 可是呢它拉起來不會太吃力 像我現在手無腹肌之力 我還是可以輕鬆地把這個門拉起來 這個真的是設計一個很厲害的地方喔 好我們坐進來坐艙 那台灣當年喔 可能就連3.0也沒有到核桃木的內裝 核桃木國外是選配啦 不是標配 那這一批車子都是走運動化的風格 台灣當年的406 還有皇家百合也好或是普通版也好 都有核桃木喔 反正是這個類態的飾板比較少 但是這一批的407呢 反正都是走類態的喔 好我們來發動一下車子喔 那這台車既然是終極插針的車子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應該要怎麼發呢 應該喊一聲 NINJA 好了 發不動 這是我們常常開的玩笑話啦 好那我們就是應景一下喔 NINJA 發起來了 有沒有 其實你看它的轉速喔 它其實是柴油引擎 但是它的轉速 它的紅線呢 是到400轉才起來的 這個算是相當的不簡單 因為一般來說 柴油車的紅線轉速不會那麼的高啦 那這一台車子呢 其實它踩起來 雖然它只有130幾匹馬力 可是它踩起來呢 那個運動的感覺是很強烈的喔 這點我先跟各位講 然後它的指針呢 相當的典雅 外框還有一個鍍鉻 然後白裡的指針 那它運轉起來的聲浪 我猜給各位聽喔 其實我覺得它的引擎的隔音 算是做得不錯 但是不得不說啊 這種HDI的引擎呢 它你在後面會聞到一些 硫化物的味道 這個是難免的 但是我覺得比TDI的味道 來的淡一些 當然我們平常的 確實的保養啦 這些DPF什麼的 確實的清潔 這也是很重要的 那這一台是HDI的車型 其實HDI的車型的配備 是比照當年的2.2啦 所以該有的什麼 什麼恆溫空調啦 什麼這個方控啦 快波啦 什麼東西 應有盡有 但是細節的配備 我沒有去備啊 那在這個車艙裡面 會覺得很好玩的地方 在於說 方向盤小小的 各位可以發現 這方向盤小小的 然後呢 你的儀表板的 後面的延伸性很大 因為它的擋弧玻璃很斜 所以你會覺得 你好像在開一台那種 車頭很長的休旅車 就有點像雷諾Spar 那個掉掉 但是呢開起來 不會有壓力 像我在試開的時候 本來一開始 我覺得這個A柱很擋視線 但是我實際開起來 我覺得還好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擋視線 多少有點擋 但是它的設計 像這個前面三角窗 還有它的斜度什麼 我覺得它設計得不錯 尤其是右邊 右邊基本上 那個死角的問題 跟我們一般的斜度的 擋弧玻璃的 那個狀況是一樣的 就是基本上 沒什麼視覺上的問題啊 然後它的視野非常的開闊 這是法國車一貫的一個特色 視野非常開闊 當然這台車子 也是有個奇怪的設計 就是它的冷氣出風口 各位可以發現 它為了要做這個中控台的造型 所以它冷氣出風口是朝上的 玻璃又很大 所以呢 不少車主會抱怨 如果你前檔沒貼隔熱紙的話 你這個冷氣吹出來 永遠不會冷 這是它設計上的一個 我覺得它沒有考慮到 雅熱帶環境的一個問題 然後它的變速箱 這個變速箱 一開始都是AL4 後來應該都是 好像有癌性的 有TipTronic 那柴油配的是六速的 六速AT 那這是誰代工的 我不是很確定 反應起來還算是蠻輕巧 蠻暢快的 可是很可惜的是 它這一批的HDI進來的比較晚 當時同一對手的油耗 數字都比較漂亮 這也是HDI 它沒有辦法賣得很好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但是它這一批的配備真的是不錯 像我們這個座椅 你看喔 外面是真皮 裡面是雞皮 雙重的座椅 然後天窗也是標配的 當然這個天窗現在年代久了 強烈建議各位不要去隨便動它的天窗 然後甚至它側面還有那個腰靠可以去調整 以同一件來講 這種椅子真的是警戒 真的是罕見 那當然這個時候台灣已經不流行米色內裝了 所以這台車的內裝都是做黑色的內裝 那至於後座的空間 後座空間真的是大 因為這台車子比406來大 其實406的後座空間就已經不錯了 那這台車子後座空間又更加精進 而且後座坐起來的感覺又完全不一樣 其實我們在上下前座的時候會感覺到說這個車子有點跑車 因為這個車門真的是蠻修長的 那我們在進出後座又是什麼感覺呢 首先第一個它的後座的車門 它這個尾門的造型有沒有讓你想到一個車子是什麼 Massarati的Quattro Porte 尤其第五代的Quattro Porte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後門的造型一開始多多少會讓你覺得好像是一台高級的跑房車 那麼它後座的空間像我現在前座 我是把它倒到最底了 所以呢這個大家會發覺說 那後座的空間好像沒有很大 沒有它後座空間真的很大 來我們把東西移一下 而且後座一樣是擠皮配真皮 來我們坐進來 來我沒有刻意的往後座 你看我的膝蓋跟前面的椅子還是有一點點的距離 我頭部的空間其實也是OK的 沒有到非常的局處 沒有 這個是有天窗的車型 我頭部的空間還是有相當的餘餘存在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它的C柱 它的C柱從外面看起來很厚實 從裡面看起來一點壓迫感都沒有 我覺得這也是法國人它設計的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如果說今天你是坐美國車的話 美國車的C柱呢相當的厚實 然後呢你坐進去裡面會覺得好像被一個鋼鐵的圍牆給保護住 就是講好聽的講難聽一點就是會有壓迫感 然後呢因為它的後窗的設計 它的後窗的面積很大 所以呢它的後窗後面的視野也相當的棒 那原廠呢也幫後座貼心的規劃了這個後面的出風口 至少這個出風口我覺得 它的同樣都是沒有貼隔熱子的前線下 這個後座出風口比較涼 前面的呢如果你前檔沒有貼隔熱子的話 真的前面的風吹不到後面來 所以一定要後面一個出風口 那後座的椅子喔它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後座的這個頭枕是可以調的 因為它希望這個車子做一個圓弧形的內部的一個線條 所以它的這個頭枕呢是可以稍微往上調一些的 那當然我們在做的時候呢 這個如果你沒有調整這個頭枕的話 做起來會有點不太舒服 那中間呢有提琴座可以通到這個行李箱裡面 行李箱的空間其實還算是不小 那因為它是2.0HDI 所以它有配這個後座的遮央鏈 那我個人覺得啦 其實後座要被曬到的機會不大 因為它的設計算是蠻不錯的喔 遮央鏈用到的機會不大 雖然說它的這個後檔的這個斜度還算蠻大的喔 這個不得不佩服法國人的設計 而且你從後面這樣子看前面的作用 你會覺得哇前座看起來很安全 對 這就是法國人它厲害的地方喔 它讓你覺得這個整個座椅非常的紮實 像同一時期的Camry喔 那個時候我們有去展示間看車 那個座椅看起來就是小小的 就覺得前座的人喔 比座椅還要來的大喔 那歐洲車呢 尤其是PUGIO 這個車子坐得這麼安全 不是蓋的 你光是看這個椅子的厚實程度就可以知道 這個車真的是真材實料 真的是沒話說喔 所以這台車子當時啊 也深受很多這個科技新貴的喜愛 因為這個車子真的 它就是一個很安全的一個家庭移動堡壘 該有的配備什麼也都給你啦 那你說那養車會不會很辛苦 其實還好啦 就台灣你說你要養Volcewegen 要養PUGIO這種車子 都有固定的族群 都有固定的修車廠在服飾著 所以要去找料什麼的 不是那麼的難啊 當然407有個缺點 因為407從頭到尾沒有在中國大陸國產 所以你要去拿東洋標誌的零件呢 拿不到 當年407在中國大陸呢 是走進口標誌的路線 所以中國大陸407的數量也很少 SW跟Coupe也很少 而且也是賣的超級宇宙無敵貴的啦 所以像這個車子 像407當年這些OT車有個共同的通病 就是它的這個頭燈容易泛黃 像這左右這兩個燈殼呢 都已經泛黃了 這個東西對不起 沒有東洋標誌件可以用啊 那就是輕易去拋光 其他的我覺得是還好啦 當然你說比起養307 308 那個東洋標誌 308沒有 307的東洋標誌有國產 養起來會比這個車子輕鬆一點 但是我覺得啦 它其實可以壞的東西 你如果養過歐洲車 大概壞的東西大概就是那些啦 而且比較起Volkswagen Audi這些比較主流的品牌呢 407這個車子 它現在在台灣的中古行情呢 相對親切的很多 所以你如果想要買一台安全的 而且操控性不錯的 那麼養起來比較沒那麼累的 歐洲車的話 我覺得407各位可以考慮一下 當然畢竟我強調過 這是一台法系車 而且它的Logo有一隻獅子 所以如果你要買這個車之前呢 請先記得做好功課 先把保養廠相關的資訊功課做一做 你再來買這台車子不遲 因為這種車子喔 以它現在的售價 以它現在的中古行情 基本上就是買車容易啦 買車的門檻很低 但是養車的門檻會讓你嚇一跳 但是這個車子 我自己這樣開 它的操控性 我真的不會讓你覺得 這台車這麼大一台 它的底盤反應非常的靈敏 因為它前面是做雙A倍 而且我看了一下 資料是這樣寫的 它是PUGIO第一台做雙A倍前卷調的車子 的確它開起來跟過往的PUGIO 像我以前開過406跟305 那個動態表現是不一樣 406跟305當然它是比較輕巧 可是這台車子呢 開起來動作反應的靈敏度呢 也不會讓你覺得 這是一台這麼大的一台車子喔 我們今天呢 非常感謝我們熱情的車友 大方提供的這台車子 給我們做試駕啦 因為這台車子呢 也是它在我們的頻道上面留言 跟我說它有一台這個車子 有沒有興趣來試一試 我們當然是這個確知不公啦 畢竟法國車意大利車這種車子 我們平常要接觸的機會也不大啦 像我這個人膽小喔 比較不敢買這種車子的一款喔 因為小弟我手也有限了 像我就是開我們現在身旁的這一台 這個自習的Corona Action 這個車子呢 我仰起來就已經 這個算是到我的極限了 PUGIO這種車子喔 法國車這種車子 我真的是不太敢造次啊 那也非常感謝我們的車友呢 熱心提供這種車子 讓我們可以好好的來品味一下 當年這個世界上最安全 氣囊最多的車子 它開起來的反應什麼 各方面的表現呢 的確是可圈可點的 當然我相信啊 這個車子的確是個少眾的車子 所以呢 有這個機會介紹這個車子呢 我們也是非常的開心 當然如果你手上呢 有什麼有趣的車子 也非常歡迎你喔 可以大方的提供給我們來 像我們今天這樣子透過汽車影片 來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台車 有趣的風刺 以及呢 你跟這台車子有趣的回憶 希望大家呢 都可以踴躍的支持 我們這個頻道囉 不好意思喔 還是要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今天呢 因為東北希望很強勁 所以我們外面的風刺相當的大 那我盡量呢 把我的手機跟我的人呢 貼近一點喔 希望大家呢 可以在收音這方面 不要受到太大的影響囉 好的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影片內容 我們透過這一台很有意思的PUGIO 407 跟大家聊聊PUGIO這台車子 以及407這個故事 希望大家會喜歡 也希望大家去支持我們其他精彩的節目內容 我是Celsior 我們下午再聊囉 掰掰